在影片開始前,覺得影片不錯可以按讚支持一下 還沒有按訂閱的請在此按訂閱 不想錯過任何影片可開啟小鈴鐺通知哦 從FB連結過來可能處於未登錄狀態 請點選右上角這裡 選擇在YouTube開啟 就可以在YouTube上觀看影片哦 我是布魯斯 因為前一晚打電都太早睡了 所以就睡了超過中午才起床 看外頭出他太遠趕緊著裝汽車 只是沒想到 在他騎車出門時已經轉迷了 如果沒下來就一路到觀音3好了 倒數3秒後立刻加速 變天了變天了 太陽又完全消失不見了 外收都啟了 自己啟銷果然很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終於騎完提大坡了 每次騎到這裡都覺得累 先到南亞園區吧 抵達了南亞園區 這裡的鎖子都截掉了 整顆速度光突突的看了好習慣 因為開始飄飲了 就不打算騎到觀音山直接回家好了 按照片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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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想去吃個鳥肉麵再回家 但為了避免在外面用餐時下雨 可是乾脆買個沃壽司回家吃比較放心 買完的壽司後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對了 是飲料 來去賣飲料吧 最近新愛馬國的飲料店 於是常先來買杯盒 然後就選右邊招牌這個香橙果蠣茶 買好了 回家去吧 吃晚餐啦 開動囉 影片再次告一段落 謝謝收看 影片在錄濱 省下